大家好 我們來繼續看 趙孟佛每日一字 好 那這個字應該還不容易 應該蠻容易分辨的 不容易亂掉 但是 可能跟另外一個性 高性的性會有點亂 但是 寫法很像 很像他的筆法不一樣 好 那我們先不管 先看世界的事 我們說正常的型凱是這樣寫的 筆順是這樣 間隔要抓好 這邊的間隔 先寫裡面橫畫在 先寫橫畫在這個 間隔要抓 對 那我們說有時候省略這裡 這個橫畫就寫成這樣子 留點像藍體裡面的寫法 好 然後呢 更簡單的是 我們既然這樣它就 橫畫之後三個塑畫來 這樣速度會比較快 也就是說變這樣子 三個塑畫 這樣寫起來更連貫草術的一個中指 減少還有筆畫 連貫性 好 然後呢 再來就是 有時候呢 它這三個塑畫 它這三個塑畫就不想寫那麼長 就類似我們這一個了 就類似我們這一個了 我們來看一下 這時候 這三個塑畫 是這樣寫 它要過來 這一個字大概是這樣寫 好 然後呢 有更簡單的 就是三個變成 三點 一點 兩點 三點 這樣 好 那你說 我們說如果這樣寫呢 不行 這樣就變成高性的性了 好 不可以這樣子 好 不可以這樣子 好 不能隨便的 改變筆順 好 這不行的 好 好 然後 好 世界的四還有兩種草法 那個就是 跟我們原來的楷術的來源 就 比較沒有相關 那為什麼 這個也不知道了 好 那 大家看一下世界四另外一種是 上面寫一個十 這樣 我們只是說它 只能勉強說它把 中間都是 提上去而已 好 那另外一種是 完全草術的寫法 這要硬背起來 它先寫一個橫畫 過來 然後寫一個歌之後 加一個橫畫 好 這個跟我們這個 原來的 楷術 這個來源 實在沒有什麼相關 但是這個還蠻常用的 所以 有興趣 要把它硬背起來 所以我們來用 毛筆寫一下這個 好 有些草術真的是 它的來源 約定成熟吧 跟楷術不一定有 絕對關係 來看一下這裡 好 賴上去 一 二 重一點 帶過來 折 好 要一點 一點擺動 這樣子